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處理 就是待會時間會變負的 所以時間變負的就是我們在這邊裡面 我們要再來處理一下 並不是一直都要減 所以應該是說如果怎樣 如果Timer大於0 那我們才要怎樣呢 Timer大於0我們才要讓它減少 才要讓它出題 Background應該可以畫在前面 Background應該是要畫在這裡 如果Timer這時候才要凸底 才顯示這些結果 這樣子就 主要在這一節就是 然後加這樣的一個限制 時間大於0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讓它就是處理 如果時間小於0的時候 時間小於0的時候我們就 例如我們再來一個drawResult 把結果顯示出來 所以結果的話我們例如說 在這裡再一個 這裡再一個 var drawResult 那例如 result 等於 function 那這裡呢我們就是需要怎樣呢 我們就需要把那個 結果顯示 例如我們這結果就是 t text time is up 時間結束 然後 然後 再一個 放在100 220的地方 然後 字的話調成40 那這裡的話 靠左對型 好那 這個我之前就是先稍微 試過很多篇 我發現這樣效果是比較好一點 好 然後 甚至把這個 最後的時間 把它 分數也把它顯示出來 顯示這個分數 顯示這個分數 Tag align 好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是 score score score加上score score 控格 這樣 所以這樣 結果 最後 時間到 對 這邊就顯示出來 或是疊在一起 應該把它再往下一點點 270 對 最後時間結束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 那就 因為這裡剛好是0分 所以會把我們分數顯示出來 好 所以這一節主要就是 完成這樣效果 然後我們這樣子寫 整個結構也比較乾淨點 就是 大一點的時候 它就會減減 然後 出題目 然後顯示使用者按的東西 例如說這個就是128 對的話就會出現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錯了 例如現在錯了當然是 例如說錯了它就直接下一題了 如果錯了你想要去 show答案 我們下一節可以再處理一下 錯誤的時候怎麼讓答案出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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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